给大家打招呼呢 好像还想说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张 今天感觉真的很不巧 在海边这里下起了雨了 你看 这边还是吹着潮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雨一会儿会不会下大 咱们先下去看看吧 走 哎呀 咱先从三十块开始吧 哇 这十块下面真有货 这些是豹爪鱼 长腿豹爪鱼 嘿嘿 出来 哎呀 还远点不大配合我 出来吧 出来吧 看这豹爪鱼这身上还破了 哎呀 这几个爪到处要跑 出来 出来 哇塞 看这条豹爪鱼 个头还不错啊 就是一个中等的个头吧 这是一个长腿啊 一只小豹头 瘦了它 来 瘦了第一个货 咱继续沿着这些石块 就这么一直往前找一找 翻一翻吧 哇 你看这个石块上啊 这些螺呀 密密麻麻的 这些螺还很小 都还是个小苗 都长大 哇 你看 天呐 这个螺窝呀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啊 感觉就是看了是不是身上得不舒服 这种小螺还会长大的 等长大我再来收你们 我把你放起来 这些石块底下我们翻翻看看啊 哎呀 嘿 哇 这下面有八丈鱼 在这 在这 这是一条长腿 哇 磕头不小 这只磕头大 再再出来 哇 就喜欢吸着这些石块这种东西 哦 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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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哇 这个腿太粗了 而且心肤力太有劲了 哇 把它扒下来 啊 这条可以 好粗壮的 你看就是个勇士 来 咱们也收着它 两条暴爪鱼了 上货 先用这个 看看 哎 嘿 这个下面没有 往前翻啊 哎 嘿 哇 这下面 这下面没一条 啊 又翻到一条 哇 这个地方八丈鱼还是挣不少 来 来 来 出来 哇 这条也可以啊 看 也是个大长腿 哇 发财了 发财了 说了啊 三条八丈鱼 回家就是一盘菜 来 带着 前面这个水坡里面看 这海草中间 是不是一条鱼啊 它这个头已经生这个 海草里面去了 抓住它 哦 这条暴爪 跑了 跑了 哎 嘿 哦 太多甩了是哪去了 在这 哎呦 拿住了 拿住了 哇塞 你看这条暴爪 好粗啊 哎呀 拿不起来 这个东西太能挣扎了 来 来 来 过来 哎 又上哪儿去了 别跑 别跑 看来 上个桶里面 哇 身上太滑溜了 这条黑麦 看 真的是 这个粗啊 好肥啊 这回家有的吃了 发财了 发财了 哇 别出来 感觉它又要冲出来了 不错 不错 先收着啊 这边这个石坡中间 你看 这里有这个写的啊 看 还吐了点肉 戈头还是不错的一种戈头 还行 那这边还有呢 你看 这些东西 一角底下也有 看 这个 哇 下面不少 你看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 就回家直接烫着吃就行了 还有没有 哇 那边 沙里面还不少 这边又是两个 兄弟两个吧 戈头还挺差不多大的呢 这一对也输了啊 带着 过来看 这边 这边是八爪鱼 哇 这边是一只长腿 看 哇 这一只 戈头还不小的呢 怎么样 也上货了啊 带着带着 这边一条鱼 被搁浅住了 你看 你看 这条鱼还好大 是不是游不起来了 这个水可能是 越退啊 这个水越浅 哦 你看这鱼 鱼齐这么好漂亮 我的妈呀 这种鱼就喜欢特钻石坑 哦 哎呀 慢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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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别别 你淡定一点 哇 拿起来轻轻的 哇 这条鱼 你看 好大 而且好漂亮这个鱼 你看 身上这种 山海发光这个蓝点 你看 跟大家打招呼呢 好像还想收号 这只瘦了啊 挺沉的 来来来 哦 妈呀 哦 呦呦呦呦 这鱼 太灵灵了 它想冲出去 多放点水啊 这个鱼还能活着到家 瘦了啊 今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 感觉这个鱼啊 因为还得下大了 我们不要在这里待时间太长了 出户的一些鱼 还有一些八爪鱼啊 我得先回家了 其实就是很难看的 现在我们不合格的鱼 所以在这一重下 我们不合格的鱼 你不跟着了 这一种鱼 这一种鱼 还是有点 就像这么子 你不跟着鱼